再来看到的是国立政治大学2013年的全球校友嘉年华会 今天呢是由北加州政大校友会所主办的 包括了政大的校长吴思华 全球各地的校友会的代表还有眷属有将近800个人齐聚在旧金山 晚宴的气氛是相当的热闹 吴思华校长在致辞的时候表示 政治大学呢正迈向国际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 也希望在全球各地毕业的学长姐们能够继续给予支持 全球各地政大校友会长依序上台 当压轴吴思华校长已现身 全场更是暴雨热烈掌声 2013政大校友世界嘉年华晚宴 在气势磅礴的大鼓表演中揭开序幕 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长傅正刚 湾区桥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副主任苏尚杰 朝务委员林桂香 省会叶云和都专程到场祝贺 为了感谢朝委会支持嘉年华活动 政大校友会特别颁赠奖牌 由吴玉华主任代表接受 吴思华校长在致辞时表示 政大正朝着国际一流大学目标努力 目前有200多个姐妹校 遍布在60多个国家 每年也送近800位学生到各国学习 开拓国际事业 她期望在座的学长姐能够给予母校 及学弟妹们支持 今天是世界校友嘉年华第八届的活动 在旧金山举情有来自于全世界26个政大校友分会的学长学姐们齐聚一堂 我们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大家分享在政大学习的经验与岁月 我们也期待在全球校友的支持之下 政大能够向国际一流的大学的目标继续迈进 今年还是主办单位北加州政大校友会成立60周年 晚宴上特别准备蛋糕 校友们一块庆生气氛格外热烈 嘉年华会上安排了丰富精彩的表演节目 有国标舞 民族舞蹈 爵士舞以及歌曲演唱 全都是由政大校友及眷属单纲表演 展现校友们的多才多艺 今天是我们政大北加州校友会60岁的生日 我们非常高兴有我们所有世界各地的校友来参加这个庆祝的活动 那身为会长的我 这是全心的感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校友在幕后的支持 让我们有一个成功的庆祝晚会 最后校友们还一起合唱歌曲 从梅花西风的画到中华民国颂 一首接着一首唱得意犹未尽 度过温馨的金山嘉年华之夜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美国旧金山采访报道